鸡蛋壳做肥料正确的做法 1.固体肥料 利用鸡蛋壳制作固体液肥时 要将鸡蛋壳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锅中 加水煮沸消毒 再将鸡蛋壳放在阳光下暴晒7天 等待水分彻底晾干后 将其碾碎成粉末 直接拌入栽培花土中即可 2.有机液肥 利用鸡蛋壳制作有机液肥时 要将鸡蛋壳洗尽消毒 然后曝晒一周的时间 等待水分晒干后碾压成粉末 再将粉末倒入塑料瓶中 加入清水后拧紧瓶盖 发酵两个月即可 注意发酵期间要定期打开瓶盖放弃 以免塑料瓶涨裂 3.注意事项 鸡蛋壳制成的肥料含有丰富的磷元素 适合对叶片较小分制较少 成熟碗的花卉使用 但使用鸡蛋壳制成的有机液肥 不宜直接浇灌给花卉 以免产生肥害现象 最好对水吸湿后使用 有利于更新吸收养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